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旅游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9月,中西社记者跟随2019南宁渠道思路交响跨国采访联合报道组来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行探访。 当地时间9月26日下午,联合报道组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委员会主任阿古洛夫热情地接见了联合报道组。 阿古洛夫介绍说,中乌两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五处文物古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还有三十多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预备名录的名声,这些都与古丝绸之路颇有渊源。 近年来,乌政府部门一直在积极推进该国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 2019年1到9月有33,000名中国游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是去年到访人数的两倍。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将允许自2020年1月1日起, 中国游客通过该国国际机场可免签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最长可停留7天。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全国拥有7400处文化遗产,撒马尔汉、西瓦、布拉哈三座古城闻名于世。